续谈规划的准备 任何的谈判都要准备有续谈规划 不是就是只有一次续谈 另外 这个气氛的营造也非常重要 气氛 让人家尊敬你 第一个是什么 你要有内行专业 这样我要出面谈判了 我就是行家 比如说我今天来这里演讲 我就是行家嘛 不然我来演讲干什么 各位礼拜六礼拜天 花这个时间来听 你只要内行嘛 你专业嘛 那人家才会尊敬你啊 你不要人家一问你 一问三不知啊 不行 另外理性的分析 我给他报告一下 今天每个人都很聪明的 你不要以为人家都是笨的 今天的老百姓眼睛都是雪亮的 你不要小看人家 你要理性的分析人家 给人家听 为什么要这样子 为什么不要这样子 理性的分析 不是谩骂 理性分析给人家听 因为态度要诚恳 分析的时候 你要给人家感觉到 你要诚恳 不是孙子兵法 三十六计啊 所以中国人很讲全数啊 昨天我看好几个电视 来访问一个 瑞士的一个作家 汉学大师 外国人很直率的 我在美国加拿大停留那么久 我很了解 外国人讲话很直率 不像我们都是讲全模 三十六计 都是全模 外国人跟中国人是不一样 中国人讲全模 另外要提防 要攻防得意 该攻的事就是攻 要防的事就是防 要很得意 在什么样的时间 什么样的地界 应该讲什么样的话 时间跟地点很重要 该讲就是要讲 另外前景的预期 我想在谈判里面啊 一定告诉大家 我们的前景在哪里 我们的愿景 以后每一场演讲 我请部长演讲 我都在讲 你看我们三年五前 我们八十九年就开始办 那时候民进党已经执政了 你不要小看我们这个基金会 当时的部长的讲话 现在都在播 你要留一个历史的见证 虽然你已经下台了 我听郝龙斌来讲环保 他早就下台了 但是当时的环保理念 现在还是讲得很好 我们请当时退辅会的杨主委来讲 现在很多退辅制度 还是值得去参考的 这些政治人员 我们要留一个历史的见证 所以前景是非常重要 我们未来的前景 愿景在哪里 另外高度的冷静 谈判里面也非常重要 不是人家讲一句我就要回去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 乱言从这里来了 你讲一句要回去 不回嘴表示 不行的 大家都口水战 不是这样子 我们要高度的忍让 另外和蔼可亲 我们中文有一句话 妄之言来可危 劫之劫然可亲 我常常举李幻跟李中贵这个例子 凡是救过才出生的人 一定是 他跟你讲话的时候 脸上都挂了笑容 和蔼可亲 妄之言来可危 劫之劫然可亲 另外要随时祝福对方 这个善意是非常重要 我们随时 可能这次谈判没有成功 但是我们要祝福对方 祝福啊 另外广结善缘 一个人一生里面 都是在广结善缘 交朋友 我们办公益演讲 我们都在广结善缘 我们认识很多人 不同领域里面的人 都在广结善缘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要利用别人 这真是非常重要 另外创造双赢 任何一个成功的谈判一定是双赢 再跟大家报告 后续活动的安排 第一个 认同签约的仪式 诶 谈判好了以后 我们签约嘛 签约仪式 另外我们要有记者招待会 把这样的讯息 透过记者招待会 告诉所有的社会大众 甚至于国际人士 另外庆祝晚会 诶 我们也可以办个晚会 我们谈判 双赋 认同 合作愉快 可以办一个简单的晚会 另外 谈判完了以后 可以参观一些景点 尤其我们到国外 结束完了以后 去参观一些风景的地点 另外还可以拜访一些社团 一些重要的社团 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拜访一下 另外还要拜会政府 你看现在很多国际新的会议 不惜要为了参加APAC 去中国访问 这个就是一样 我们参加联合国大会 也到美国访问 都一样 你用这样的机会 可以拜会政府 另外参观机构 包含工厂 尤其企业界人士 可以到很多很有名的工厂去参观 到机构去参观 另外也可以利用 一两天的旅游 因为飞机圈还蛮贵的 尤其到很多 世界的景点里面去 可以安排一个旅游活动 另外可以相互访问 签约以后 也请你来 来我们这个国家 来我们这个地方 可以访问一下 另外规划 进一步的合作 进一步 怎么样跟紧密的在一起 合作 怎么样出其支撑 请各位 好好地听一下 各位绝对有正面的帮助 怎么样谈判里面 我要出其支撑 就是要赢 但是赢还是那句话 我们要双赢 怎么样 考虑一下 第一个 展现实力 非常重要 在任何的谈判里面 第一个 请你要展现实力 虽然我是小人物 我们是小基金会 但我要展现我的实力 怎么展现 第一个 我的经营管理 有的企业很小 有的组织也很小 但是我怎么样去经营我 我怎么去管理我 让人家不要小看你 你看我们 办这个公演讲 我们从各位进来 我们都有一定的规划 我们带来名牌 这个名牌是国际 那么大的名牌 请大家签到 每个动作 这就是我们基金会 实力的展现 虽然我们是小基金会 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实力 让你看到 你还没有跟我们接触的时候 那个就是你的经营能力 经营管理怎么做 我自己 在六个最大的企业 管过几万人 我当然知道管理的重要性 另外你的生产效率 是不是你 一个人做两个人用 一个人做三个人用 生产效率是非常重要 也就是你的生产力 效率是非常重要 常常我到一个公司里面去参观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所以我在演讲的时候 我一定要到这公司参观 我不是要套你什么基金 我跟大家报告 我只要看你公司的员工走路 讲话 我就知道你什么公司了 对不起 我再讲一遍 我到一个公司里面 我只要看你员工的讲话 跟你的走路 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公司了 有的公司里面讲话 哇走路慢慢走 有的公司用跑的 那效率差多少 同样的流牌馆 你到豆楼市去看看 他拖了盘子都是用跑的 效率就在这里 我跟他报告一下 你的效率就在这里 我们这种事看了太多了 看过几万家的工厂 我只要看你的走路 我只要看你的讲话 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公司了 很多人说洪博士 哇你的这样的功力 是不是能够传给我 你又不是一个武功盖顶 把我三十年五十年功力传给你 怎么传 没办法传的 我常常跟人家讲 僵是老的啦 你看过见过 才有效啊 没看过见过 光是嘴巴讲有什么用啊 最后很重要 另外你的财务的增长 我们希望通过谈谈判以后 对我财务上有帮助吗 非常现实的问题 谈判以后 我财务很稳健 这样必想 他从来不跟那个银行建议 无负财的经营 那就是财务啊 你要让人家知道啊 业务的拓展 所以我每天都在看 每一家公司 每个月的业务的成长 我想我上次在座好几位听过 我列了很多 一千家公司里面 有业务成长的 连续使 一年里面 每个月成长的公司 我都有把它列出来 你不是只有一个月成长 你十二个月都在成长 另外形象的所长 你这个企业的形象好不好 我以前一再的跟各位报告 统一矿泉税 就要比人家贵五块到十块钱 一瓶 一罐 一瓶 为什么 他卖的就是企业形象 Like Adidas 乔登十三号鞋 一双鞋子五六千块 运动鞋 五六千块 他卖的什么 乔登的形象 保存提到这双鞋子 还不到他十分之一的价格 另外 你要创新突破 尤其在设计上 你要不断的创新 你要不断的突破 你取得消费者的购买欲 这非常重要 不是以现化为满足 另外设计的连发 随时要推出 最好的设计 连发 很多的企业不知道连发的重要性 设计的重要性 尤其你要成为一个国境性的大企业 你也要从设计连发上 不断的投入 另外国际品牌 所以刚刚跟大家报告好几个 并购 明记并购 明记的并购 联想的并购 这个都是基于什么 国际品牌 很关系像大陆国际市场 已经不是为本国市场 为国际市场建立国际品牌 跨世纪创新机 从法治迎明星 洪军培文教基金会 公益系列讲座 沙盘的生意有人做 赔本的生意没有人做 为什么赔本 没有道理的 这精英者很重要 你可以找一百个理由告诉我 说你赔本 你也可以告诉我一百个理由你赚钱 交费这很现实 有没有赚钱 赚多少钱 EPS有没有三块钱 讲什么都是假的 任何的投资都要获利 另外公关的良好 我们广街善缘 朋友满天下 其实我办公演讲 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广街善缘 认识那么多的朋友 尤其我在全国各地演讲 听我演讲已经超过五十万人 我也没有意愿去进行什么名义代表 我也不想去做官 但是我觉得我在街善缘 交朋友 好 再跟大家报告 我们的谈判里面 一定要做厉害的分析 理性 你分析给他听 第一个 合则两立 我们俩合在一起 对两边都有好处 一定要清楚地告诉人家 对你有什么好处 对你有什么好处 对我又有什么好处 在你的立场 你要告诉对方 你跟我合作 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在诱导对方 好处告诉人家 然后分则两害 我们俩分了 这两边都不利 你要分析给人家听 这个才有诱因 做任何的谈判里面 诱因在哪里 合则两立 分则两害 分析给别人听 我们分开来 对双方有什么坏处没有 另外 表现 优点 清楚地让你自己的优点 能够表露出来 是一个很木大的人 不适合去做谈判的工作 你要讲 你要表现 让对方知道 这很重要 表现出来 表现你的优点 但是要说明缺点 这个很重要 你不要光是讲你的优点 你要讲你的缺点 讲一点 说明 不是一样的多好的 偶尤有什么样不好的 那你一直讲好 人家说你太主观了 好像都没缺点了 完美无缺了 不是 有缺点 缺点也要 说明一下 说明一下 当然 这个比较轻妙淡写 另外 大事的分析 未来趋势又是如何 未来趋势如何 不是关了门 李登卫说 我台湾天下无敌 打骗天下无敌手 这是你在讲 关了门可以讲 你天下无敌 你在国际场上 你讲讲看 水里里 讲得不客气 这国际上的谈判 很简单 你的实力在哪里 你的经济实力 你的军事实力 其他什么都不用讲 吹什么流啊 不用吹流 你看这是美国国防部长 到大陆去 是在第二次大陆 太空人升空 登陆以后 登太空以后 美国人觉得 你是一个不可忽视的 竞争对手 你真的不可忽视 全世界就是 苏联美国 太空 第三个就是中共 开玩笑 那是高度的科技 将来所有的飞弹 都是由太空定位 所有的飞弹 这是它的误差点 只有一公里 着陆点 它的飞弹 可能只有五公尺的误差 全部都是由太空 给你定位 那不是国防部长讲 你中共的飞弹 你可以打到全世界了 几乎到达全世界了 他为什么要去啊 美国人最现实的 美国的国防部长 是最鹰派的 他为什么要到你中国去啊 因为他认为说 你已经是一个 不容忽视的竞争对手 所以这是什么 你要去分析 未来的大事分析 另外品质的比较 品质非常重要 不是只有把产品卖出去 你的品质在哪里 可能你是低价位的 低价位也保持某一种品质 高价位更要讲品质 便质 BMW IBM 等等 品质非常重要 另外价格的竞争 我常常跟很多人讲 你就是狗叫 你就是走高价位的 你要比一般的行情 再便宜这么一点点 你今天无论在哪个行业里面 我特别给大家报告一下 这是很重要关键点 你要让消费者感觉到 好一点 好一点 你拿它占一点便宜 你不要感觉到 你让它感觉到 你生意就会好 你要感觉到 让它感觉到物超所值 我最近有一个好朋友 他过去再来来 经营随缘 后来到桃桃当总经理 也在 津津当总经理 他现在自己 又开了一个饭店 我告诉他 我说你不要光是走高价位 你要让所有来过的人感觉到 你物超所值 他愿意来 还介绍他的朋友来 让你生意做不完嘛 你得有山海乡村也 每天都在客满 我常常在里面碰到 我们政府的高官 院长级的 部长级的 看到我们企业界的领袖 为什么人家要去 我里面碰到 好几次碰到陈飞龙 陈飞龙自己也在开餐厅 他为什么跑到 上海乡村园去 吴伯兄也在登 叫外汇 都是找上海乡村园 每天都客满 我们每次要订房间 我都订不到 为什么一个小餐厅 能够这样子 就是要让消费者感到 物超所值 所以价格竞争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让消费者 有再一点点便宜的两个捐 你就比人家便宜这么一点点 一毛钱也好 五毛钱也好 一块钱也好 就给消费者多一点点 所以我常常去邮局演讲 我告诉邮局的人 你早上 你不要八点钟开 你七点五十五分开 你下午不要五点钟关 你五点五分 五点十分关 你不要八点钟 八点钟整才开 五点钟整 就是关 管你有没有人 你不要这样子 你要让消费者 有再一点点便宜的这种感觉 那你生意才会好 你比人家贵一点点 对不起 现在消费者多清明 他会去比较 那你生意就没了 就被人家抢走了 这个很重要 这个价格的竞争 另外掌握契机 在适当的时间 讲适当的话 契机很重要 契机就是 机会走了 不会再回来了 该讲的话就是要讲 所以我今天很不客气 你讲了很多比较重的话 我要交代我们张志伦 拨出来 拨出来 因为我觉得是时候了 要讲了 我也不怕得罪谁 所以这个是契机的问题 另外周边的环境 这周边环境很重要 不是只有主观环境 周边的环境 你也要有一些配合 我们在厉害分析的时候 考虑到我们县 当然有地缘关系 台北市跟台北县也不一样 台北县跟新竹县不一样 新竹县跟新竹市也不一样 新竹县跟苗栗县也不一样 当然他的周边环境很重要 另外竞争的条件 我们也要考虑到竞争的条件 所以才能够自己自闭 才能够板上板上 你要理性分析 给你的谈判的对手知道 我们现在的竞争的条件是什么 很理性分析给他听 但是非常重要 不要太碰风 这是非常重要 谈判里面 不要太过度的碰风 好再跟大家报合作的方式 任何的 你要出去自身 一定要告诉人家 合作 我们就是合作 合则两利分成两害 什么合作 相互投资 我投资你 你也投资我 昨天 那个记者很厉害 问我这个十点 我投资你 你投资我吗 这个合作吗 我们不见得来讲诟病嘛 先投资嘛 相互投资嘛 可以做小投资 然后再比较大一点的投资 另外业务的资源 我们谈判 我们不见得要想合并 或者诟病 我们可以相互在业务上 相互来帮忙一下 这个什么 就是我们释出善意 在业务上 我们相互资源一下 现在很多的案例都是这样 我们在业务上 相互来资源一下 另外 合创企业 我不一定要并购你嘛 你不一定要并购我嘛 我们什么 合创企业 另外去成立一个企业 也是一个合作的方式 另外策略联盟 联盟 其实大家都在讲策略联盟 策略联盟不是很主观的 我们自己很多人 要找我们策略联盟 你自己都没成立 还找我策略联盟 就是阿扁的机会 找我策略联盟 我还不见得要 跟他策略联盟 找到很现实的话 本来就这样子 每个人每个人想法 你很大 很大 我不见得要在你边嘛 可以吧 前面 投资啊 业务资源啊 合创企业啊 策略联盟啊 也可以并购 现在很多企业里面 讲并购 本来是有四个事业部 四个事业部 变成一个公司也可以 或者五个事业部 变成五个公司也可以啊 合并 或者分开来 都没有关系 只要对你自己有利 我昨天记者跟我谈这个 并购 这个并购里面 包含把你分出去 也可以叫并购啊 五个加在一起 三个加在一起 两个加在一起 也是并购啊 另外 技术分享 我们都知道很多企业里面 他有专利嘛 他的技术也可以分享的嘛 专利分享嘛 技术分享嘛 也是一个合作的方式 当然 这个 也要谈一些 所谓技术分享 或者专利分享的一些 我们都知道 现在很多企业里面 讲投资啊 不是只有金钱的投资 还有专利的投资 技术的投资 这都可以花为金钱的 另外 合作开发 这合作开发也很重要 我们合作在一起 开发一些新的产品 合作开发一些新的产品 不是指现有的产品 你看像 结合式的飞机 都是英国跟法国 德国一起合作的 这个就是什么 叫合作开发 另外 部门分割 对啊 我本来有五个事业部 对于说我们现在 在东地市 我们有经济 我们有和谦 我们有纺织 我们有 有成衣 我们也可以分割出来 每个都是一个公司 正至于说 我们以前在东盟 我们有五个 我们有资资厂 真资厂 甲蓝厂 蓝城厂 每一个都可以成为一家公司 把你分割出去 你就是一家公司 你也可以上市上规啊 都可以分割出去啊 另外 专利的销售 我有专利 很多公司里面 有很多专利啊 我可以卖几个专利出去嘛 专利的可以销售的啊 不是只有产品销售啊 专利可以销售啊 另外 多品牌的行销 你看像 贵格 加格 太风轮滩 Fedra 双品牌 或者多品牌 我们在 国人 我们台湾人有一个在美 在纽约 有个叫 飞福 Travel Fox 各位都知道吗 Travel Fox 手边有三十个到五十个品牌啊 它可以在全世界下单啊 它只要掌握了品牌 掌握了行销通路 它可以在全世界下单 这个就是多品牌 再跟大家报告 软性的诉求 初期自身不是你光是讲大话 没有用啊 你要软性的诉求 博得别人的同情 怎么样软性的诉求 第一个理性的分析 不要去吵架 不要去争论 分析给你听吧 很理性的 他分析给你听 为什么这样 那我们今天马书 我们马书当 最近也发生一个事情 我觉得他处理得很好 他理性的分析给人家听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啊 对方应该也没话讲了 你分析上给人家听 应该怎么做 很理性的 那你在态度上要什么 客气 你不要很傲慢 我就是专家 你都要听我的 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该我争 我就是要争 该我讲 就是要讲 所以这是很重要 你要距离力争 该你的就是要你的 要去争 要去距离力争 但是你的态度 各方面要和客气 另外理想的陈述 人都是有理想的 不见证理想 都可以做得到 你可以讲一讲 你的理想 你的愿景是什么 对于说我们请12个部长 请你讲什么 你对全民的福祉 对国家的愿景 愿景 你做的都做不到 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过去办 五位总统参选 五位副总统参选 我们请五位候选 全部来讲 你对国家的愿景 我跟你提供你一个平台 愿景很重要 当然我们希望 都能够做得到 做不到也没关系 就是要你提国家愿景 你的市政方向是什么 另外 气氛的培养 这个气氛是非常重要 谈判里面 你要出去自认 不是跟人家去吵架 非常重要 谈判里面不是去吵架 我们要很理性地 做分析 把气氛弄得很好 而且有时候可以讲一点笑话 笑话就对你自己不好的 也可以讲 对啊没有关系 让气氛要培养得很好 另外要再接再立 一次不行两次 两次不行三次 三次不行五次 五次不行十次 一定要再接再立 不到成功绝不罢手 另外掌握时机 这个timing非常重要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将来十加一或者十加三 那时候我们台湾的机会越来越没有了 真的是这样 我们看得很预言 你知道吗 你再去做一些无必要的这种政治上的斗争 争执 你的机会越来越流失 机会走了不会再回来了 机会走了不会再回来了 那时候你已经 这个话不是现在讲 十年二十年以前 那时候我们还可以有更大的谈判的筹码在手边 如果说你不能把握那个时机的话 你的谈判的筹码越来越流失 对于说 我觉得一个记者很好 你开个杂货店 你去跟三分以内谈判 我们要合作 三分以内们 不是说你一直要求三分以内们给你什么样的好处 三分以内们可以有你没有有你 他根本无所谓 你不要把自己的 这个谈判的筹码提得太高 那你永远没有机会 我觉得那个记者分析的太好了 你去跟三分以内们谈 你说你要符合我什么样的条件 我才跟你合作 因为三分以内们不是只有直营的 也有加盟的 以前加盟的还无所谓 只是付一个加盟成本 现在所有的三分以内们的加盟店 全部三分以内们都要投资 他要百分之一 他要完全掌控 以前那个统一超商 现在已经灭统一超商 全部都是三分以内们 在三分以内面里面 有很多是直营的 有很多是加盟的 跟等于说麦克丹隆一样 麦克丹隆现在也要开放 做更大的开放 给那些加盟店 所以我这个讲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去掌握那个时机 时机不掌握 早就不会再回来 所以有时候 该要快马加鞭的就要快马加鞭 另外要多项的建议 我们尽量提建议给人家 有更多的选择性 你不是只有一个建议 多几个建议 让别人有更多的选择性 另外有的时候你要什么 委屈求全 是你很委屈 但是我们要让他成功 这也很重要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不要坚持你的那个底线 坚持底线 那个机会就流失了 不会再来 鸟岸的谈判更是这样子 我看得很清楚 所以再跟大家报告 要因事利导 什么叫因事利导 顺着对方的事 要利导 第一个顺势讨论 谈判里面就是这样 你要顺着对方 你不要一直跟人家唱反调 没有用 对方好的你要讲 这就是我认为是一个 很重要的策略 当你听别人讲 别人也会听你讲 这叫因事利导 顺着那个事 去讨论 不要背着那个事去讨论 去争执 另外要利益的取向 所有的谈判里面 都要想到利益 我有多少利益 不是为了意识形态去争 没有用到我给大家报告 那种意识形态的去争 一点用都没有 对我有什么好处吗 很简单 两岸观光 非开放不可 讲得不客气一点 非开放不可 香港就是因为开放了 大陆客的观光 对香港的经济的成长 有这么大的帮助 你还真是什么意识形态 利益啊 对我们有没有好处啊 所以一定是 以利益取向 对吧 短程的获利 一种是短程获利 马上可以看到了 你来了就是消费 我就是要赚你的钱 你看台北市 办一个灯会 放灯火 哇 附近的所有的旅馆 全部 短期就获利了 一千块 一千五 香山也很高兴啊 马上短期获利 你办一个灯火就不得了 这叫短期获利 另外中程利益 很多现在可能看不到 中程 我跟大家报告 这个中程不是说一定要 一年到三年 半个月 一个月 甚至三个月 开放大陆观光也是这样 中程 远程 比较长一点 这都是列入考量的 另外风险的评估 我们在 硬式力道里面考虑到 可能有的风险 风险都会有啊 但是你要考虑进去 你要去评估 我这样开放以后 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就是什么事情 也要做最坏的打算 要风险评估 另外 有哪一些的预防措施 既然有风险评估 你就要预防嘛 不要让那个 发生 发生以后 我怎么去预防 做了预防措施以后 就会把风险降低 就会降低了 另外周全规划 任何一个成功的谈判里面 也要有周全规划 不要打没有把握的仗 另外 最坏的打算 什么事情就都要做最好的 最坏的打算 而不是说最好的打算 跟大家报告 因为你做了最坏的打算 那要有很多的因应 有很多的因应措施你就产生了 另外还要有退场的机制 退场机制不是叫谈判破裂 每一次都要做退场的机制 比如后路嘛 退场嘛 这叫退场的机制 气氛保持得很好 退场机制 下次再来 跨世纪创新机 从法治迎明星 洪军培文教基金会 公益系列讲座 行销于无形 最成功的行销 就是行销行之于无形 怎么行之无形 第一个介绍企业 你把我这个企业 特点开始去告诉大家 或者介绍我这个国家 或者介绍我这个组织 优点介绍给人家听 然后迅速优点 我这个企业有什么优点没有 有没有什么缺点 优点 主要提供优点 请不要客气 过去以前叫 自力更生埋头苦干 现在不是 现在自力更生 养手乐干 好的告诉人家 为善不于人知 对不起 现在为善于人知 不要客气 什么叫为善不于人知 现在为善于人知 让大家知道 另外领先业界 不管你是小企业 不管你是大企业 最重要是什么 你要领导风潮 我敢讲 在公益演讲方面 我红军培文教基金会 领先业界 我敢讲这句话 你们看到 可能后面几次 我已经你们会看到 我们办的 明年的三个系列 但新光请的人 你国花请的人 你国财请的人 哪有我这样的阵容啊 你没有我这样的阵容 我当然是隐先业界 我别的不敢讲 在这个部分 我隐先业界 另外要财务健全 做任何事情 当然我们需要一个企业 是无负债的经营 但无负债的经营很难啊 所以这件事 你负债的比例不是很高 这也很重要 你的财务很健全 人家跟你交往 很重要啊 所以我常常跟我们 东森的 这个 刚自作人在讲 你跟我 结交了六年 我跟你开的支票 不只是铁票 还是钢票 不只是铁票 还是钢票 那他很放心啊 跟我们交往 所以这是很重要 让人家感觉财务很健全 第二 业务是成长的 就成长 包括你持续性的成长 不是只有成长一个月啊 第二个又笑得 又衰退啊 不行啊 持续成长 另外效率突出 一个人当两个人用 一个人当三个人用 千万不要三个人当一个人用 那就完蛋了 那就没有效率了嘛 另外发展潜力 potential的实力 你的潜力在哪里 你的未来性在哪里 另外我们也可以参与你的投资 我投资你 你投资我 甚至我们投资别的行业 都可以参与投资 另外 我们的企业里面 还要让人家感觉到 我们是有公益形象 我们是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我们是很倡导公益的 另外我们是贡献社会 贡献社会 每个都会讲 问题是你做了多少 好 再跟大家报告 我们要胜出细节的考量 要谈判就要赢 怎么胜出 你要考量这些细节 第一个 我跟你谈判以后 我的利润有没有增加 所以 一切都以利益作为考量嘛 利润 利润才是你第一考量的 第二个 成本有没有节省 谈判以后 合作以后 成本有没有相对的降低 利润的增加 成本的降低 都是以利润作为 我们的考量 第二 我们谈判成功以后 技术有没有交流 相互交流嘛 这也很重要 因为我跟你合作 过去我们办公演讲 我去找国泰 我也找星光 我也找国华 各位知道我找他带来 我不是要他出钱的 我希望借助他的能力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还没有终身学习护照嘛 我到每个县市去办 我在听众在哪里 各位都知道 办公演讲 最重要是听众在哪里 你头发都会响白的 我要借助国泰 因为他在每个县市里 有分公司嘛 我要去借助星光 他们在每个县市里面 有分公司嘛 我要找报社 为什么 每个报社在每个县市里面 他有特派人员嘛 当我加入终身学习 我第一个经过行政院核定 终身学习 部罩认定的文教基金会 自从我加入这个以后 我根本不要跟这些大企业合作 我以为我不缺钱嘛 所以这是很重要 我们技术有没有交流 另外 公关建立 我们希望跟你合作以后 我们有更广泛的人脉 你看像这是中九公司 为什么找 我们阿扁的倾家来投资 这就是人脉嘛 就是公关嘛 另外形象有没有重建 我们合作以后 就很多人来找我们基金会 就要跟我们策略联盟 对他有帮助嘛 你跟我红军培倾家 我们形象很好 合作以后 你看我们跟红军培文教基金会 我们策略 我们现在也跟法律辅助基金会 我们也策略联盟啊 为什么我们要跟法律辅助基金会 因为政府每年 不得几十亿啊 给法律辅助基金会 他们在帮助弱势族群 他们所有帮助的钱 都是国家出的 我们帮助人家 每一份钱都是我们基金会要出的 他们是国家出钱嘛 那我们当然跟他策略联盟啊 我说我们将来 有找我们法律辅助的案子 我就推荐给你们了嘛 他全国每个县市里面都有分会 我们当然跟他策略联盟啊 就是我们要借重他了 因为他法律的专业知识好嘛 另外 生育的注意 生育 生育很重要 你这个形象好不好 由于我们合作以后 形象当然有帮助 因为财务的改善 跟你合作以后 谈判以后 我们财务 你有资金进来 对我们财务有帮助吗 因为效率的提升 我很看 我去参观国泰的 我去参观星光的 国泰也来 星光也来参观我们的工艺演讲 我们不是你们办的太成功了 每一场都人山人海 我说我们是小基金会小人物啦 你们是大企业大人物啦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效率是很重要的 另外 编辑的效应 很多时候不是主效应 还有很多编辑的关系 编辑效应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列入考量 不是只有主效应 还有活动的合作 很多活动我们可以一起办 你看我们当时跟博仲一起办 我们跟向阳一起办 因为我是博仲的董事嘛 博仲也 吴光兄也是我基金会的董事 我们一起办 那我们跟向阳合作 廖正好 廖正好是我基金会的监察人嘛 我们一起可以办活动嘛 好再跟大家报告 关说的方式 关说很重要 但是我们是正常的关说 不是台面下的关说 第一个亲友的介绍 所以亲友非常重要 这样你要做得好 亲友也会介绍 还有同学的关系 很多人今天听演讲 他要找他的同事一起来 这很重要 这个就是同学的关系 然后师生 很多的业务的发展 就是由于老师介绍 或者学生介绍 所以师生的引荐是非常重要 另外 长官的指点 长官很重要 你看我们办了公演演讲 很多网上报名的人不多啊 哇一来来一百个人 都是长官来 他部署就来了 都是这样的啊 另外媒体的披露 你看我们公演演讲 我们要感谢媒体 他们帮我们做很多的披露 他知道有这个演讲 哦 效果很好 中国时报帮我们登 工商时报帮我们登 自由时报帮我们登 很多报纸帮我们登 很多人是看了那个 很多人打电话来说 想不到你们有这种演讲 我们都不知道 就是靠媒体帮我们披露 另外厂商的支持 协力厂商 因为他帮我们去引荐 说明这个很有效果 另外工会 这工会非常重要 今天您可能在不同的行业别里面 加入不同的工会 工会对你的肯定也非常重要 另外社团的推荐 你看我们办活动都要找 全国工业总会 全国商业总会 省商业会等等 社团很重要 找他一起来攻向盛局 另外政府都不要要 接待热络以外 要尊重礼于啊 同样是秘书长 我是职责导于秘书长 你是这一党秘书长 我一样啊 我来接待你啊 就是被尊重嘛 不是因为你是小党 我是大党 不是这样 另外场面的温馨 接待的温馨啊 场面的温馨啊 等等 让他有兵制如归的感觉 像亚渡饭店经营的成功 就是给所有的消费者 ambassive service ambassive 在门口的门童就穿什么 tuxedo 燕尾服啊 门房穿燕尾服啊 那就是被尊重嘛 另外 除了 那个就是场面的温馨 另外 态度的诚恳 做不到的事情不要讲 讲的事情要做得到 那诚恳很重要 做不到你跟人家讲 我做不到嘛 做到你再也要讲嘛 另外 先听后说 非常重要 先听后说 不要先说 后听 不行 先听后说 另外 详细的陈述 详详细细 明明白白 讲给人家听 这是非常重要 另外 引证案例 各位注意到没有 你们听我的演讲 我都举很多案例 我说没有时间啊 本来一百个案例也可以讲啊 每个案例也可以讲一个小时啊 没有时间嘛 只有点到为止啊 但是我都会举很多的案例 那各位有生利其境的感觉 这是非常重要 然后善意的建议 善意建议 我们提出建议嘛 自己做都做不到 是另外一回事嘛 你愿不愿意听 也是另外一回事 我总是要建议嘛 提供你做参考嘛 所以我用善意的建议 另外 中场休息 谈判是很累的 不见得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也可以 休息一下嘛 再来啊 不是说 从头要谈到晚啊 早上九点要谈到晚上九点 也不需要这样 也要吃饭啦 也要休息啊 中间也要茶点啦 这很重要 另外 餐饮的丰盛 这丰盛很重要 你不要小看 中国人很注重吃啊 给他丰富一点吧 吃着他高高兴兴吧 那我也 还是最后那句话 也就是说 我们还是争一些志工了 志工 那我们希望来参与 我们的公益活动 那我们基金会 还是那句话 我们基金会 不接受任何政府的补助 我们基金会 这个也不接受 外面的捐赠 我们所有的董监士 跟我们的志工 包含我们艺术长在内 我们没有领到任何的薪水 我们是无私的 我们为这个社会国家 来做一点事 也请大家多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 红军培基金会